今天十月一日 对我们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法定的节假日 所以这是国庆节 对民族的奉庆来说 这是一个中秋节 但是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 今天是川教主宝 萧德兰的节日 也更是先圣教宗 罗网暴露二世 册讽我们中国 一百二十位圣人的节日 所以这些殖民圣人 他们不管说是在乾隆年代 或者是说1900年的耿子年代 他们为了信仰 殉道之灭 而现在在我们中国 也遭遇着第二次的殉道 所以我们今天 不要忘记这深圣的节日 今天呢 由时玫瑰约的开始 我们知道有圣五月 也要在这一个月呢 特别的去 祈求玫瑰圣母 诱我中花打地 当然我们知道 今天即是一个法定的节假日 忙碌的工作岗位的这些人 终于有了一个消先休息的世界 所以他们奔波的路上 我们祈求圣女小德兰 诱祝他们能够平安顺利地 到达自己的目的 翻回自己的岗位 作为我们今天 不要忽视的一天 我们既然进入了这十月一日 要让我们自己去方校圣女小德兰 圣女小德兰 近今才二十四岁 就离开了世界 却能够现在 练续地被教会 册封为真服 圣人 穿着主宝 圣石 这一连穿的这种 名号 就夹在了圣女身上 而圣女呢 她是1973年 出生在法国的里昂 1873年 出生在法国的里昂 1897年 9月30号取世 在音修远离十年当中 足不出户 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川教主宝呢 她的深修著作并不多 甚至很多的教友都曾经看过 就是一朵小白话 成为她的灵心小石 这是她的院长姐姐 让她自己 笔录下自己的深修经验 以及在为出血的修女 做道士的时候 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称为 编算起来的 一朵小白话 因为人们都从这一本 著作当中 找到了称圣的解禁 圣女小得来能够称为 圣石 她用一个 用一个词汇来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够称圣 称圣不需要我们做 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不需要我们去建造 高大雄伟的建议教堂 不需要我们去 改变一个 改变一个民族的信仰体制 就需要我们就如同小孩子一样 因为小孩子所彰现在人面前的 就是自己的 污住 就是自己的 依赖 就是自己 凡事都央视着 依赖着父母 所以 圣女小得来所走的是 身影之路 这是一条解禁 因为我们知道 189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虽然有了漏房 有了漏体 但刚刚才说 新闻的有一些 电池 他就想着自己能够 制达天庭 现在我们知道了 走漏体多么慢呢 有精修的 有阴修的 甚至 有到处穿交的 而小得来呢 却要想 寻找一条 通向天赋的解禁 最解禁 最端的一条路途 那就是说 乘坐的电梯 这条身影之路 是要让我们每个人 都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污能 都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弱小 都能够去依赖天主 圣女小得兰在修园当中 他也是枯似冥想的 寻找 称声的解禁 有一天 他在马斗复印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算读的 听到了 门徒们来到耶稣面前 争论打消的时候 耶稣却教过一个小孩子 并且 世世宰宰 用的是世世宰宰 命却又肯定地告诉了门徒 命却又肯定地告诉了门徒 你们属于如果不变得像死小孩子 绝不能进入天国 看说起来 变成小孩子 进入天国 才有把握 才有稳妥的 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有很多的人 他自己 有自己聪明的理智 命编 事情的原为 所以他们自己去评价人 态论人 说是论是 为由那些小孩子呢 凡事都依赖 凡事都呼求 凡事呢 都相信 把天主放在了最前边 所以我们 看到圣女小德兰 找到了这条解禁 我们应该祈求 圣女小德兰 让我们也能够 依然决然地 方向圣女的方总 走解禁 在今天的伊萨伊亚宪制书 我们看到 天父 就如同一个母亲一样 孕育母亲的 一个母亲 我们知道 婴儿以什么为自己 最大的喜乐呢 婴儿最大的喜乐 就在母亲当中 晕洗着如指 吃饱了喝饱了 安详地 随着母亲的怀抱之中 这个图像是多么美好呢 这个图像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向往着 我们也应该从天主 恩宠的怀中 晕洗着他 树令的春奶 让我们自己 把一切就交付给 我们天上的母后 交付给我们的天主 让我们自己 位移在 栖息在 甚至腾睡在 天主的怀抱之中 即便是外边呢 有惊涛海浪 即便是外边呢 危机四伏 我们仍然能够 在母亲的怀抱当中 得到那种 安详的树树 所以 不怪家庭的动荡 社会的不安 甚至 缴难的来临 我们都 完全地交付了吗 真的 我们不能够外插 交付 我也曾经试图 交付过 你比如说 一般年的时候 我们教堂这些事情 你交付呀 想交付 是天主 我全新地交付给你了 交付给了 还要加上自己 这样考虑 能要考虑 这样对 能要打对 总是我们无法交付 交付了 外外插插 交给天主了 天主就能够 把这些处理的 比我们自己所想象的 都稳妥 所以 真的 充当一个小孩子 的确是不容易 这让我们在今天呢 也可以 去好好地 断向这个孩子 去研究一个小孩子 其实 小孩子的生活 最简单的 我们自己的思维 越简单了 越相似小孩子 越单纯的 不计较了 越相似小孩子 越单纯的 不抱怨了 不记恨了 我们就有了 小孩子的素质 所以作为我们 每个基督徒 我们在今天 圣女小德兰的 庆日当中 教会把它 提升为 庆日 可见 他的节日 光为世人 所追忆 因为 不光我们 方小他 有很多 在 邱 圣女小德兰 有助的 这些人 他们都得到了 自己 所 祈求的 如同圣女 临死的时候 所说的 三个预言当中的 其中的 一个预言 他要向 全世界 撒下 玫瑰鱼 使 那 书领的 恩宠 自认着 真格 打地的 人领 使人都能够 以耶稣 降神 承认 消灭子鸡 空虚子鸡的 这个傲鸡 找到我们 得救的 好消息 耶稣的 空虚 耶稣的 消灭 自己 耶稣 变成了 软弱的 人 变成了 小孩子 为的就是 给我们 祝如他 殊胜的 殊令的 力量 让我们 子鸡 知道了 哎呀 在我们身内 有天主的 生命 有天主的 力量 在我们 子鸡 融入在 天主的 圣心之内 天主 难道 不关 不顾吗 所以 真的 今天 是一个 很 伟大的 傲鸡 看到 有很多的人 都在忙碌着 奔普着 家乡 或者是 自己 忙碌的时候 也激发着 如何 利用 这个 国庆的 黄金 士气 去哪里 旅游 去哪里 游玩 去哪里 相聚 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到处 都在 搭听着 哪里 有 比经呀 哪里 有 退性呀 他们 自己都要 争顿 自己 灵性的生命 看到我们 自己真的 乌性的 瘴气 在我们 周围 可散 未有 让圣女 在天主 面前 祈求恩典 让她 玫瑰花语 散落在 我们花下 打地 出去着 乌性的 瘴气 好能够 使我们 花下的 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 在 福音的 光照之下 找到我们 人生的 目的 我们应该 知道 圣女 小德兰 也跟我们 中国 有 接不开的 渊源 因为她 自己 在法院 的时候呢 院长 木木 告诉了 每一个 修女 都要特别的 为一个 神父 穿脚 神父 专义的 为她 祈祷 那么 在 法国 主生的 一位 神父 有什么 道夫 我忘记了 他也是 在 主生了 以后 就去了 礼修 在那里 做了自己的 初祭 他是 巴黎 外访 穿脚 会的 会士 原谱 中国的 四川 在哪里 穿教 称为 灵性界的 神困 他们互相 苏醒往来 互相 孤立着 是 圣女的 祈祷 真的 他为 这位 神兄 在中国 做着 父川的 祈祷 所以我们 每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 你看看 庆祝 圣女的 节日呢 也是在 十月一日 国庆节 又是在 一百二十位 圣人的 殖民 圣人的 节日 这对我们 多么美好的 会议呢 让我们 每个人 真的 看到 天主 爱护 圣女 小德兰 如同 自己的 烟炙一样 来加以 包护 把他 背在肩上 把他 包在 肺中 因为他 走的是一条 身影之路